这是一起人类航空史上单击空难中死伤人数最多 也是全球第二大严重的空难事件 一共造成了520人云难 仅4人幸存 而只飞该航班的飞机是大名鼎鼎的波音747可及 大家好 这里是期望观察室 我是冲锋 1985年8月12日晚上6点12分 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波音747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 12分钟后 飞机开始失控 经过了32分钟的挣扎 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撞毁在山上 这就是日航JL123号航班空难 那么当年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此严重的空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1985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期世界的来龙驱蛮 东京国际机场因坐落在羽田地区又称为羽田机场 是东京都最主要的民航机场 虽然被冠上国际两个字 但此次事件发生的时候 该机场几乎是以国内航线为主 短程与少量长程的国际航线为辅 1985年8月12日 地铁是星期一 日本即将迎来三大假期之一的云南盆节 又称为盆休 是每年进行积电祖先的节日 有点像我们的清明节 加上周末的话 一般公司都会放一个星期的假期 所以很多在外工作的日本人都会利用这个假期返乡祭祖 出门旅游之类的 因此每年在这个节日前后 羽田机场的人流量都很大 而在81公里外的驻波市也正在举行世界博览会 羽田机场是离该市最近的机场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羽田机场甚是繁忙 晚上6点 正值下班出行高峰 一架几乎是满源状态的大型波音747客机已经登机完毕 正在飞机跑道上等待起飞的命令 机上一共有524人 其中包括15名飞机机组成员 488名日本籍旅客 21名外国旅客 此次的飞行计划是 晚上6点从羽田国际机场起飞 预计在6点56分到达大阪国际机场 之后再从大阪机场接上旅客返回羽田机场 这一架飞机是日版航空公司编号J8-119波音747SR-46客机 当时是世界上载客量最高 体积最大的商用飞机 由于这架飞机往返羽田和大阪两地 只需要飞行约两个小时的时间 再加上它是当天最后一班从大阪飞往羽田的班机 物理节约时间 此次直飞所携带的燃料 足够飞行3个小时15分钟 直飞这次航班的机长是49岁的高冰雅琪 他是运航部门的指导教官 有12423小时41分钟的飞行经验 其中包括在波音747上飞行的4842小时22分钟 曾在海上自卫队 富士航空 日本国内航空工作 飞行经验非常丰富 副机长佐佐木佑 39岁 他总共飞行了3963小时34分钟 其中包括在波音747飞机上的2665小时30分钟 飞机工程师福田宏 46岁 他的总飞行时间是9831小时3分钟 其中在波音747飞机上的飞行时间是3846小时31分钟 是一个经验十足的工程师 今天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所坐的位置和评论里不一样 通常情况下 机长是坐在飞行方向的左侧 副机长是坐在右侧 但当天副机长正在接受晋升机长的训练 所以就坐在机长的位置上 负责驾驶和指导机组 而机长则坐在副驾驶 指导副机长驾驶和无线电通讯 晚上6点04分 日航JL123号航班接到塔台通知 开始由停机坪向跑道滑行 8分钟后从跑道上面起飞 犹如一只6个海面的欧鸟冲向蓝天 飞机到达了5000米 从高空往地面俯瞰 河流山川净受烟底 一朵朵白继色的云团从飞机窗外飘过 6点24分35秒 日航123号航班起飞12分钟后 爬身至巡航高度24000英尺 正好处在一斗半岛南部的项目湾上空 突然机舱尾部的舱顶发生了爆炸 把一块天花板给震了下来 随着爆炸产生的巨响 客舱内的氧气面罩全部落了下来 机舱运露的广播开始响起 现在正在紧急下架 请佩戴好您的氧气面罩 并系好安全带 请熄灭您的香烟 我们正在紧急下架 爆炸造成舱内施压 客舱内的氧气正在逐渐消失 惊慌失措的乘客们 纷纷按照广播和空服员的指示 戴上氧气面罩 系上安全带 在巨响发生之后 飞机内的传感器检测到了机体受损 驾驶舱内主警报音开始响起 机长高冰雅体 马上解除了飞机的自动驾驶 并要求机组成员 对飞机的起落架和引擎进行检查 虽然此时这些都还在正常运作 但飞机工程师傅天宏全回报 液压系统压力开始下降 如果没有液压系统 飞机的升降度和机翼就成了摆设 机长无法掌控飞机的飞行方向 此时驾驶舱的机组成员还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飞机出现异常 6点24分47秒 机长意识到情况不妙后 立即发出了紧急情况代码 并通知当地航空交通控制中心 该紧急救援信号 被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接受到了 6点25分21秒 机长通知了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机长决定向右转 返回到羽田机场进行迫降 得到消息的羽田机场迅速行动起来 准备迎接飞机的迫降 此时所有人都以为 只要飞机转个身 就可以马上迫降到羽田机场 毕竟距离起飞时间也就过去13分钟而已 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对于飞机的航速来说 就这么短短的航距 它却永远也到达不了了 6点27分02秒 在异常发生后不到3分钟的时间 飞机工程师确认所有的液压系统 已经全部失定了 也就意味着飞机失控了 此时飞机开始出现 一会儿扶腰直上 一会儿俯冲直下 然后又左右运动 这种起伏运动和漂板的状况 直至坠毁为止 这些光是想想都让人心惊肉跳 6点28分30秒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只是日航123号航班 向正东方向飞行 却被机长告知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飞机 而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也从雷达上的飞行轨迹 看出了断铃 6点31分14秒 此时机长一直在指挥 怎样让飞机转向 并尽可能平稳地下降高度 如果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 乘客的氧气面杖内的氧气 很快就会用尽 但飞机仍然飞得很不平稳 这时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向日航123号航班 提出了在明谷屋破向的方案 飞机当前的位置 直距明谷屋只有72英里 机长拒绝了这个建议 坚持要求返回雨田 可能是因为雨田机场 有核式这架波音7次机 大型飞机破向的长跑道 各方面的安全应急措施也比较好 为了减轻机长的负担 增加交流速度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告知机长 可以在接下来的沟通中 使用日语进行通讯 在通常情况下 国际民航组织把英语 规定为国际民航的工作语言 所以空地对话语言都是使用英语 包括通话的时间 内容等等 6点35分33秒 在日航123号航班 刚汇报了R-5舱门损毁时 又发现R-5舱的乘客氧气面罩 已经全部失效 从物员开始使用便携式氧气瓶 为乘客们提供氧气 所以飞机工程师建议 机长可以让飞机高度紧急下降一点 可机长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复 事后有人猜测 此时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 可能已经处于缺氧状态了 6点40分44秒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为了和日航GL-123号有更好的通讯 为该航班准备了特定的无线电频率 并要求机长改变通信频率 但是却无人回应 此时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 正在和这架已经不受控制的飞机搏斗 终于让飞机来了个向右回旋 相对平稳地朝着雨天方向飞行 高度也随之降了下来 在机组人员的眼里 这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没过一会儿 飞机在骑雨线上空 因风势的影响 又被迫左回旋 向群马线山区方向飞行 就在这时有民众拍下了 日航GL-123号航班 失事前的最后身影 这一张照片 也为之后的事故调查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6点41分54秒 除了日航GL-123号航班以外的 所有飞机 为了避免影响指示 军备要求改变通讯频率 6点45分36秒 日航GL-123号航班 接近驻日美军恒田基地 该基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为了帮助飞机降落 用日语要求日航GL-123号 改用美国空军准备的频率 但等了一会儿之后 机长回复 日航GL-123号航班 失控 此时的机长还在坚持 要飞往雨天机场迫降 6点49分 日本航空公司 利用公司内的无线电 呼叫日航GL-123号航班 却一直无人回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地面上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三分钟后 日航GL-123号航班 终于传来的声音 但提起来的心 却始终没有落下来 6点53分30秒 日航GL-123号航班 依然是报告飞机失控 这时的驻日美军 恒田基地 也已经开始 为飞机迫降做准备了 6点54分25秒 日航GL-123号航班 请求当前位置信息 被告知 距宇田市西北55英里 距雄谷西25英里 6点55分05秒 塔台与日语告知 日航GL-123号航班 宇田机场和恒田基地 均已做好了迫降准备 飞机工程师回答 收到 而这句收到 却成为了日航GL-123号航班 最后的通讯内容 6点56分 日航GL-123号航班的信号 从雷达上消失了 这表明 该航班很大可能已经坠毁 或是处在低空飞行状态 东京航空交通管制部 和日航公司内部 仍在坚持用无线电 继续呼叫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6点57分 恒田空管 向日航GL-123号航班喊话 您的飞机在恒田西北方 35英里 可以优先降落在恒田航空基地 但此时日航GL-123号航班 已经坠毁了 迟迟没有等到 日航GL-123号航班的回应后 地面上的所有人不得不接受 飞机已经坠毁的事实 我们知道在飞机逝世后 首先要搜寻的 就是是否有幸存者 和找到飞机上的黑匣子 但接下来的救援过程中 日本方面一系列的慢动作 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指责 和诟病 8月12日晚上7点15分 日航123号航班 从雷达上消失24分钟后 被架美国空军 C-130大力神运运输机 在群马县的山区发现了 飞机坠毁所引起的伤火 产生的巨大火光 在7克的夜晚 显得格外显眼 美国空军 立即将这一发现 报告给了日本当局 当时火焰和烟雾很大 又是晚上 救援飞机无法救星降落 在飞机逝世了两个小时后 美国空军请求 空降两名人员到山上了解状况 不过却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 还被命令即刻返回基地 日本方面表示 这是自己的家务师 已经安排了自卫队 接手此次飞机失事的搜救工作 晚上7点21分左右 日方两架F-4战斗机 也发现了因坠机引发的伤火 驾驶员在坠机地点的上空 向上级报告了位置 横田航向300度 32英里 当时的GPS还未商业化 所以一时也无法确定 坠机地点的精准位置 8月12日晚上11点半 日本救援队 从第13正规团 第12坦克营 第12工兵营 派出了约1000人开始搜救 在这之后 日本自卫队又派出了多架直升机 前往坠机地点 当时飞机的适时地点 正在下雨 山上的树木又长得特别冒神 而飞机爆炸产生的伤火 又产生了浓浓的烟雾 现场能见度极差 这一切不利的因素 让盘旋的上空直升机 没有发现有生还者的迹象 也就没有派人冒险空降到事故现场 探查详细情况 既然空中搜救队 都没有发现生还者的迹象 那么陆地的搜救队伍 自然也就随大流了 也就没有连夜赶到飞机设施地点 进去搜救 选择在个离坠机地点 约6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面过夜 直到第二天天亮 才准备进山 隔天上午9点 即空难发生14个小时后 日本搜救队 才到达了事故现场 此时早已过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 新闻媒体的直升机 虽然在早些时候抵达了现场 但因为飞机不具备救援条件 在盘旋了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 13日上午10点45分 飞机逝世近了16个小时后 一支救援队伍 终于在飞机尾部的残骸中 发现了四位幸存者 下午1点05分 四位幸存者分别被两架直升机接走 四位幸存者的发现 给救援队带来的希望 可惜在接下来加强力度的 几个搜寻中都是一无所获 最终确定 整个日航123号航班 只有四名幸存者 这四人都是集中在飞机尾部 后期排的位置 就是这张图中标记的位置 而其余的505位乘客 和15名机组人员都不幸遇难了 在遇难人员中 包括知名的歌星 版本9 元宝种歌剧团 学组女演员 北云瑶子 多位政商界人士 以及一位孕妇 后来据其中一位幸存者 26岁的空姐 洛河尤美表示 坠机发生后的数个小时内 他听到周围 有很多乘客痛苦的声音声 甚至还清楚地听到 有人说话的声音 所以当时应该是有不少人 并未当场死亡 他在黑暗中 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似乎是离得很近 本以为很快就可以获救了 但可惜的是 直升机的声音 渐渐地消失了 随着一起消失的 还有周围那些说话的声音 在飞机失事后的第二天下午 找到了黑匣子 这个设备包含了数字飞行记录仪 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可记录飞机停止工作 或失事坠毁前30分钟的语音通话 以及失事前两个小时的 各项飞行数据等等 随后黑匣子就被送往了东京分析 日本政府也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 目前能够确定的是 飞机在起飞12分钟后 就发现了紧急情况 32分钟后坠毁 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波音747飞机 是否存在什么致命的缺陷 毕竟在地气事故49天前 印度的一架波音747客机 也发生了事故 机上乘客全部罹患 原因还尚未查清 就在一切情况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日本官方将此次事故 作为了一次犯罪事件来处理 将失事现场作为犯罪现场封锁 并拒绝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以及波音公司的调查人员介入调查 后来经过多方协调 终于在事发5天后 美国方面的事故调查员 才被允许进入调查现场 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在这之后 日方和美方的事故调查组 发现了以下这些线索 线索一 客舱尔杠五舱门并没有损坏 根据飞机工程师的汇报 尔杠五舱门损坏 所以调查人员起初以为 可能是舱门在飞行途中脱落 砸到了机尾 使机尾上的构建受损 导致了液压系统失灵 才让飞机失去控制的 但是幸存者洛克尤美说 我在听到砰的一声后 突然开始减压 耳朵有些疼 门并没有掉 但我身后的天花板掉了下来 他的这个说法 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 在最近现场 找到了这扇二杠五舱门 据调查人员推测 可能是爆炸 使电线短路 造成了驾驶舱内的误保 线索二 丢失的垂直尾翼 一位民众在飞机试试前 约16分钟的时候 偶然拍到了日航 123号航班的最后身影 从这场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飞机的垂直尾翼 几乎是没有了 空弹发生后的第二天 在向萌湾上空 该飞机首次报告异常的地点附近 发现了飞机丢失的部分垂直尾翼 垂直尾翼右侧外板上 有黑色沉淀物质 经检测使液压油 飞机在起飞后 随着高度越来越高 机舱内的空气就会越来越稀薄 为了能使乘客们可以正常的呼吸 飞机都会对舱内进行加压 而位于飞机尾部的压力舱壁 可以防止代压空气 从飞机尾端溢出 调查人员推测 出现事故的原因 可能是飞机尾部的压力舱壁出现了破损 导致客舱尾部的舱顶突然发生爆炸 客舱内的高压空气 一下子冲进了飞机尾翼 致使了垂直尾翼的损毁 而多数飞机的液压线路都要经过尾翼 液压系统失控 进而造成飞机的失控 但这个假设还需要证据支撑 线索三 飞机的维护档案 有了这个怀疑后 调查人员在勘察过程中 将注意力放在了飞机尾部的压力舱壁上 果然从飞机的维护档案中发现了端倪 该飞机在1978年6月2日 也就是7年前 发生过一次意外事故 由于飞机员操作失误 飞机在降落时机头抬得过高 致使机尾出地 造成尾翼和压力舱壁损坏 当时日航委托波音公司的工程师 对飞机进行了维修 正常修复损伤的压力舱壁 应当使用一整块结合板 想需要连接的两块面板连接在一起 并在上面使用三排锚钉固定 但在存档的维修图纸上显示 当时的维修人员并没有按照要求来 而是使用了两块不连接的结合板 一块上面有一排锚钉 另一块上面有两排 这个操作使得连接强度大大降低 理论上来说压力舱壁的这次修补 只能承受1万次左右的飞行 而搬接失试时 已经是维修后的第12319次飞行 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上的耐用度 那么受损部位的维修不当 是否就是此次事故的原因呢 1986年 为了祭典这场空难中逝去的生命 在坠基地点的高天圆山设立了纪念碑 这场惨烈的空难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也给所有遇难者家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人们期待真相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调查人员在飞机坠毁现场残骸中 意外找到了这块维修过的压力舱壁 后进多方检测 证明了这块机体残骸上 有明显的因维修不当带来的金属疲劳痕迹 1987年6月19日 距离日航123号航班失事 已经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 事故调查委员会终于发布了事故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日航123号航班的空难原因 是由于1978年的那次意外机委出地事故 对压力舱壁的维修不当 当飞机在进入24000英尺高空 对机舱进行增压时 使得客舱内部与机尾外部产生压力差 压力舱壁在受力后膨胀 受损部位因金属疲劳发生崩坏 机舱内的空气爆出 一下子把压力舱壁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随之就是飞机尾部的舱顶发生爆炸 舱内的高压气流冲出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飞机尾部机身 垂直尾翼被吹断 连同上面的压压管线进而导致飞机失控 官方即给出了结论 这起空难事故调查也就算是尘埃落定了 此次事故虽然和日航公司没有直接关系 但日航董事长还是引咎辞职 并且赔付了7.8亿日元给遇难者家属 日航也停用了123航班班号 不仅如此 日航公司维修部经理 数名基层职员 以及波音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更以自杀洗嘴 波音公司此后 为了避免波音747因管线受损 导致所有压压系统接失控 在每架747客机的垂直尾翼上 安装了覆盖物 预防加压空气进入 另一方面 为了防止尾翼故障时 液压系统失灵 在第四液压系统管道中 安装了液压熔断器 并重新设计了新飞机的液压系统分布 事后 调查人员根据黑匣子上的数据 模拟了这行123号航班当时的状况 发现没有人能在飞机 近乎完全失控的情况下 控制着飞机飞行半个多小时 由此可以看出 失事飞机上的飞行员 以及工程师已经尽力了 在空难现场 还发现了很多封遗书 这个发现 让人们感到无比的救星 每一次事故和空难 都是无数逝去的生命 用血的教训 在为后人总结经验 任何一场空难的背后 都隐藏着一连串的事故链条 而维修不当 只是其中一环 在飞机失事前的6个月内 该机客舱后部的卫生间门 就发现了28次的故障 而维修工程师 从未检查飞机内部构造 对这个潜在的风险 并没有保持相应的敏感度 一次次的事故 都在不断地告诫我们 祸患 常基于互危 安全无小事 请终去尝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